OBS的新版 新版OBS 之前呢 OBS舊版的呢 現在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那我現在使用的也是這個新版的OBS 它叫OBS Stadia 你可以到網路上呢 可以看一下這邊 右手邊這邊 OBS 好 點進來之後呢 它現在就是這個新版的OBS Stadia 那就點這個Download啊 然後選一下你的這個系統 選一下你的系統 Win10的也是在這裡 Win7之後的版本都是用這個 那下載完安裝完之後打開就會像這樣子 就會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開始呢 好 要怎麼樣開始 好 左手邊這裡有一個場景 好 我先新增一個場景 這個你可以新增很多個啦 我現在 重新來做一次 好 新增 場景2 好 好 因為我新增之後呢 我的這個 目前正在錄啊 所以這個 會消失啊 我的東西會消失啊 所以呢 我現在直接 先講就好了 新增 新增就是新增場景2 好 新增完之後 右手邊這裡再新增 右鍵 新增 這裡有分很多種 有分很多種 有這個 遊戲的 遊戲擷取 或者視窗擷取 還有顯示器擷取 那像我現在這個直播 這個 錄呢 錄這個教學影片呢 就是用這個顯示器的擷取 那你如果有兩台 像我有兩台螢幕呢 就分 27吋螢幕跟 24吋的螢幕 27跟24 好 那我現在只開這個 27吋的螢幕 27吋的螢幕 那視訊鏡頭呢 這裡也有新增 這裡有一個 視訊擷取裝置 像我現在這樣打開 我的人就會出現 這個視訊的 好 關掉 好 再來呢 右邊這裡有一個混音器 混音器這裡麻煩你要設定一下 麥克風輸入音效 點一下這個 鋸齒狀這個 齒輪狀的這個 設定 好 屬性 好 像我有兩個 一個是 攝影鏡頭的麥克風 一個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For Q-Read 應該是這樣 USB的這個 麥克風 那就選對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呢 輸出音效這裡也要選一下 屬性一樣 你是用哪一個 是用哪一個 你要設定好 這樣子你這個錄起來的 聲音才會是對的 聲音才會是對的 好 再來呢 右邊這裡還有一個設定 這裡有設定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 第四個設定 點一下 等一下之後呢會跳出這個視窗 跳出這個視窗 好 那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有的人只拿來錄影 就像我這樣錄教學影片這樣 那就點這個 輸出這個 錄影的 那我現在因為不能設定 因為我現在正在錄 那右邊這裡就有一個錄影路徑 你可以更改 就是你要把這個錄影的檔案存在哪裡 再來影片的格式 用的是MP4 再來編碼器呢 我用的是這個 我的這個顯示卡的這個編碼器 預設的應該不是這個 那你輸出的這個大小呢 可以自己更改 這裡是1920x1080 你可以自己改成這個小一點的 或者是什麼 好 那好了之後就按確定 就按確定 那呢 你開始要直接錄影的時候 就點這個 開始錄製 然後它就會開始錄製啦 好 那錄製起來呢 影片呢 就可以使用在很多方面 好 那現在要講 下一個重點 就是串流的重點 好 那我們這次配合這個YouTube來講 YouTube的直播 YouTube的直播 那右手邊呢 是這個YouTube的網站 好 首先你要看一下這個 你的 右上角這個 你要到你的這個YouTube頻道裡面 然後找一下你的頻道 狀態與功能 點一下 你要看一下你的這裡 是不是 即時串流 可以使用 已經啟用了 這樣子你才可以做直播 那如果你沒有呢 你可以按一下 瞭解詳情 看要怎麼樣來啟用這個 即時串流 這個一定要有 才能做這個直播 好 那好了之後呢 就是要設定啦 那要怎麼設定呢 麻煩你點到YouTube網頁上面 這個 即時串流 點一下 好 那這個呢 立即直播 通常都是會使用這個 立即直播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設定呢 就是由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你可以設定一下你的資訊 資訊設定完之後 這裡有一個編碼設定 這個就很重要啦 好 這個就你要來到這個 左手邊的這個 OBS Studio的這個 視窗裡面這個設定 點一下 點開之後呢 這裡左手邊有一個 串流 點一下 好 串流這裡呢 你要選一下 這個是YouTube的 YouTube不要選錯 YouTube 那再來呢 伺服器 一樣 你就選這個 Primary的這個YouTube Server 然後這個 串流金鑰呢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每個人都有一組 這組呢 不能給別人知道啦 所以你不用按顯示 我先按顯示 那就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好 你就把這一串呢 複製過來這裡 貼上 然後按下確定 好 它會用確定 好 這樣子呢 你等一下直播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直播的 影像啦 好 那現在呢 輸出呢 還是要設定一下 剛剛是錄影的 錄影的設定 再來是串流的設定 串流設定 編碼器我一樣是用這個 顯示卡的編碼器 再來 重新縮放 重新縮放 你可以 更改 因為你的串流 有時候你的網路沒有那麼的 流量沒那麼大 那你 輸出呢 你可以讓它小一點 不要這麼的大 那下面這邊呢 基本上你先用預設 先用預設 如果不行的話呢 你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有一些這個 設定 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 那這裡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2500 man auto 這些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這不行的話 你就用這個設定 這個設定 我已經忘記我是不是預設 好啦 那今天呢 那好了之後呢 你就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你就 如果點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就是錄影 第一個呢 就是串流 分成兩個 按開始串流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YouTube頻道 這裡就會顯示 線上 然後這裡就開始 你的這個直播的 直播的這個內容 好啦 那今天介紹這個OBS的新版 很簡單的 很快速的介紹過 這樣比較不會有 很冗長 不會很冗長 希望你 會喜歡這個 視頻 希望你會喜歡我這個教學 那喜歡的話呢 可以幫我點一個讚 謝謝你們的收看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